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哈姆尔族啊 哈姆尔族也被称为红泥族 为什么称他们为红泥族呢 就是因为他们全身呢都会去涂抹这个红泥 但是呢这边的小姑娘是不涂抹红泥的 只有这个结了婚的女人才会去涂抹这个红泥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你看这两个呢 这个是鬼梯啊 这个是艾米 艾米的话呢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了 她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这个这个呢是鬼梯 她现在还没有结婚 所以呢她整个身上都是没有涂抹红泥的 这就是为什么称他们为红泥族 再一个他们涂抹这个红泥的话呢 也不是说一天没事干了在这涂抹红泥的 他们涂抹红泥呢是为了生涂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蚊虫比较多 毒虫非常非常多 他们涂抹红泥呢可以防止这些蚊虫去叮咬他们 这也是为什么称他们为红泥子的一个原因 部落里面的这些女人的话呢 平时的话呢都是一落为美的啊 整个红泥族他们都是一落为美的这些女人 他们的上半身呢基本上什么都不穿 然后呢下半身穿的是个羊皮穹子 鬼弟啊 看吗 look at look at 羊皮穹穹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羊皮穹子啊 这个呢也是红泥族的一个特色 他们的羊皮穹子啊全部都是自己从手中去缝制起来的 就是前面一片后面一片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他们的前面 看来后面 再一个呢 你像红泥族的人他们平时一落为美 上半身上半身什么都不穿 下面的话呢 又穿这么个羊皮穹 平时也不穿鞋子 都是光脚丫子走路的 他们的脚底板是白的啊 上半身是黑的 脚底板是白的 在牙齿也是白的 看上去也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他们里面的话呢 也不穿这个内衣内裤的 非常漂亮 Hello 好 好